今天凌晨在江化县的分源乡 发生了严重车祸事故 那么当时是有轿车行驶了 经过这张南路二段时候 驾驶疑似因为操作不慎 失控自撞路旁变电箱 也波及到停放在路旁车辆 随后整台车是直接翻覆 那么这一撞也导致车上女乘客 右手骨折一度受困在车内 更因此造成当地有300多户停电 凌晨三点多一辆白色自小客车 行驶经过路口却偏离车道 直接撞上路旁变电箱 附近瞬间断电 监视器画面也瞬间变暗 车祸现场白车翻覆路中央 四轮朝天车体严重变形 几乎成了一团废铁 车关按轮胎也掉在路上 因为油箱破裂导致重油外泄 被撞的变电箱和水泥机座分离 路面布满水泥碎块 满目疮痍 猛烈撞击 不少居民在睡梦中被惊醒 事發在彰化分源箱 庄南路二段十七號凌晨三点多 因为有漏油整片薄油路覆盖红土 当时张姓男子载着女友 突然失控自撞路旁变电箱 害一辆自小客车后翻覆 女子右手骨折变形 一度受困车内 驾驶酒测值0.05毫克 警方对这个驾驶 实施酒测 有酒精浓度反应 但是酒测值 未超过规定标准 这起车会也造成当地 两百三十三户因此停电 台电漏油抢修 四个多小时后才复电 肇事原因仍有待 进一步厘清 记者林一峰正好报道